制作影片上字幕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影片加入字幕不仅能够帮助观众更加好的理解你在说的内容 同时也能够帮助YouTube算法去更好理解你影片的信息 去推荐给更合适的观众观看 上字幕又是很繁琐的步骤 而且我知道有很多创造者他们喜欢做出双语字幕 就吸引到更多观众 这期影片我会告诉你多去自动的把语音转化成文字 把简体转化成繁体 并且再把中文转化成英语或者是其他国家语言 这所有的步骤都能够使用简映还有ChatGPT去完成 这些都是能够让你去免费使用的 还有我是Grayson 这频道主要是反观于YouTube频道语音流量变现 一直往我创业内容 我每周分享三部影片随便机的对网频道 现在我打开了简映了 我首先需要让它去帮助我生成字幕 在简映里面去生成字幕非常简单 像我上传一段影片 我需要选择文本然后选择智能字幕 这里面我们选择识别字幕 选这个开始识别 现在简映就帮我去识别字幕了 现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很快的简映就帮我生成好了字幕了 简映生成字幕它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0%以上 但是还是会有些错误的 如果想修改你们的错误 你可以选择这个字幕片段 你有两种方式去进行修改 一般来说会直接在这里面去进行修改 我可以选择想要修改的文字 比如说这两个文字我可以进行修改 或者是在右上角这边去进行更改 也是能够达到更改字幕的目的的 在底下你可以更改字幕的样式 比如说字幕的颜色 我可以把它变红色 像我字幕的颜色就变红色了 在简映里面你对某一个字幕片段去进行修改之后 它的字幕属性会运用到所有的字幕片段里面 也可以选择它的预设样式 比如说选这样的样式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字幕都变成这个样式了 然后可以调节它的字幕大小 字幕的位置 字幕的不透明度 字幕背景的颜色这些 还可以给字幕交入个阴影都是可以的 假如说你和我一样会写出完整的文案 那么你可以直接使用简映里面的文稿匹配功能 这也是能够帮助你去快速的做字幕的 比如说这里面我准备了这个文案 我把它复制下来 还是在文本、智能字幕 这里面我选择文稿匹配 然后选择开始匹配 这里面输入文稿 然后选择开始匹配 我可以把第一次做出的字幕进行场 你就可以看到简映就根据我刚才的文稿去进行匹配了 如果你是想要使用繁体中文 那么你可以看到 它会根据我的文稿去进行匹配 并且都是繁体中文的 简映一般生成的字幕都是简体字的 想要快速的在简映里面去更改成繁体字 你可以更改它的字体 在简映里面是会有一些繁体的字体的 比如说这个现代繁体 就可以看到这个字幕就变成繁体了 所有的字幕都变成了繁体 这也是非常方便的操作 假如说在你简映里面并没有繁体的字幕 我们也是能够使用ChatGBT 去帮助我们去生成繁体字幕的 我首先需要导出这字幕 我选右上角导出 更改它的标题为简体字幕 这里面只选择字幕导出 并且是srt文件 然后选导出 然后这个字幕文件我可以右击 使用文字编辑的打开方式 如果你是PC电脑 你可以使用记事本的打开方式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srt文件它的形式了 它会有三个类别 第一个就是序号 就代表第几句话 比如说这是第一句话 然后它的时间戳 然后我在这句话里面 就说了什么样的信息 然后这是第二句话 它的时间戳 我说了信息 在这srt文件里面 我总共说了十句话 先会展示给大家 如果去使用ChatGBT 去把简体中文去转化成繁体中文 并且翻译成英文 不过在之前 如果你喜欢这些影片的分享 希望能做个影片点个赞 这是对我的最大鼓励还有支持 然后需要来到ChatGBT 这里面我们需要给ChatGBT一个提示 就让它去帮助我们把简体中文字幕 转化成繁体中文字幕 并且翻译成英文 这里面我整理出来一个提示 大家可以参考 我提示是 请帮我把这段简体中文字幕 转化成繁体中文字幕 并且还需要翻译成英文 保留中文 英文字幕另起一行 英文在中文字幕下方 中文和英文字幕要组合在一起 具体格数如下 这就是按照刚才SRT的文档 去进行的编排 字幕序号 字幕的时间戳 中文字幕 英文字幕 然后最底下就是 以下是提供给你的中文简体字幕文件 我把刚才提示去复制到这里面了 这里下我还需要复制一下中文简体的字幕文档 这里面我按住Commit A或者Ctrl A 去进行全选 然后右击 选择复制 然后这里面按住Command或者Ctrl加V 这里面就可以看到 我中文简体字幕就加入到这里面来了 然后按住回车 下面就可以看到 ChartGPT不仅帮助我把刚才简体中文的字幕 去转化成了繁体中文字幕 同时也配上了英文字幕了 是按照我刚才提供的顺序的 接下来我需要复制这个SRT文档 右击 然后选择制 再按住Command或者Ctrl加V 去进行粘贴 然后给它一个重命名 命名成双语字幕 然后需要复制这个双语字幕 回到这个SRT文件 全选 按住Command或者Ctrl加V 这时候你给它 我就替换成了刚才的双语字幕了 然后把关闭 这个时候再回到简营里面 我把刚才这字幕先隐藏起来 这个时候在导入之前 一定要把你的时间轴去放到最前面 然后导入这个双语字幕 这时候你也可以看到 我的字幕就变成了双语字幕了 你也可以是双击 去对它进行修改的 或者是在右边这边 你可以对它进行修改 然后样式也是一样 你可以更改它样式 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单独对你中文字幕 或者英文字幕进行单独的修改 它们只是能够统一的修改的 我可以来播放看一下 你打算做限量课程 那么2024年将会是一个绝佳的进步机会 这期影片我就推荐给你一个工具 能够帮助你完成 当所有都完成之后 你可以选择右上角导出 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视频导出 这样就能够连字幕一起导出了 用简映HGBT去制作双语字幕 是不是非常快速和方便呢 我想了解更多关于简映的剪辑技巧 你可以看这期影片 如果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希望到这部影片点个赞 一定要记得对我频道 追踪我IG 能够和我共同互动 那么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